我们今天的早餐 我和华姐今天选的一样的美式的 然后一样一盘这个水果盘 咖啡 华姐的橙汁 他这个早餐要么是美式的 要么可以选他们当地老郭的特色的那种粉 我们昨天吃个粉 今天吃这个换着吃 这两天开始晴天了 真正天连续这两天 太阳出来以后就没有那么潮了 这么好的天气 吃完早餐 我们今天带大家去郊区玩 大家好 我是夏天 华姐 我们现在是在老窝的朗布拉邦 刚刚在酒店吃完早餐 现在准备在这个酒店租一辆摩托车 然后去郊区转一转 因为我们今天想去郊区的三个点 有超过三十公里了 所以比较远 我们打算坐个摩托车骑过去 把车送来了 看就是这样一辆 我先看一下车 你看这里是有吊漆的 我先拍一下 加油 加油 OK 这锁子 锁子是这个钥匙 这个钥匙 OK 我看一下 他叫我 OK 看着还挺新的 这是加油的 这个地方 OK 我给他先拍清楚 这个小车看着还行 我俩坐的 因为老窝这边 整体来说 这样会好一些 对 OK 因为这边的车少 所以我们骑的话 应该还好一些 好大的一个头盔 这还行 能把你脖子动着点 还有安全感 嗯 华姐这全副武装可以 要不然我看他又会死 他这个油车不多 不是 他这个车油不多 我们待会去的路上 要去加点油 刚老窝的油价不便宜 好像 是吧 嗯 可以挺好看的 太空人 哎呦 买了 好 去咯 我们过来到这边加点油 找到加油站了 这油表我们一开上就在闪 对我都担心 别把我撂到路上了 加码 加码 直接加码 嗯 他这应该是七八块一身 七八块 这个油 也不便宜 嗯 对七八块一身 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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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 嗯 我们刚刚忘给大家讲了 这个车租一天是 二十万 对二十万 六十块钱六十多块钱 对六七十块钱 嗯 然后从我们刚刚那个地方导航到光西瀑布 三十公里要开一个小时 对 今天可以好好的玩习行 九万零一百八十一 嗯 我们加了九万支 相当于加了三十块钱人民币的油 对 感觉是不是加多了呀 我也觉得加的有点多 因为我在网上看别人说最多加二十就够了 没事 反正加码 咱跑码 心里不光 对 哈哈哈 玩儿子喽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已经到光西瀑布停车场了 把车停到了这里 它这个地方收摩托车的话是5000 也就相当于块多人民币 对 很便宜 然后从这就可以走了 我们现在去景区 应该是要买门票的 其实我们本来没有计划来光西瀑布 因为我们在网上看了一下这边 没有允许我们很大兴趣 但是我们因为在朗布拉邦 住宿定了六天 这里很小 我们把它程序都转完了 没地方去了 我们说那我们就租个摩托车 刚好兜兜风 就当出来兜风了 过来转一转了 这幅画就是光西瀑布 哎呀好慵懒的小狗 门票当地人是2万一张 外国人是6万一张 也就相当于是20人民币一个人 他这个门票还行 还可以含这个电瓶车呢 所以国外的门票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便宜的 时间到 我俩包车了 这趟车就我俩 好像从这到那里面 还有一点多公里呢 嗯 这小房屋 这是不是酒店 应该是 对这就是酒店 车把我们送到这就走了 然后 这里有很多卖吃的 卖衣服的 还有餐厅 这里也是新建出来 好美多久 那边都是空的 哇这三棵大龙树啊 这是龙树啊 感觉是 小叶蓉 我有这个树上长满了绿枝 从哪进呢 是从那边进吧 应该是那边 那我们就应该还要爬一截 门在这里 从这里才正式算进去 我感觉要爬山 一上去一个大坡 这里验票 真的是 这应该是从哪条路走 这下面感觉也有一条路一样 下面也有吗 对下面感觉也有一条路 那我们走下面 不是从下面走 从上面绕回来啊 不知道 是吧 有可能 哇这里面好潮啊 非常的潮湿 着急上来了 哦它这应该有个指示图吧 对我们看一下这地图 刚刚没看地图 我们就从这个小道进 哇虽然这里面非常潮啊 富洋梨子含量很高啊 好久没有进入到这么密的树林里了 对这种就是热带丛林的感觉 嗯 这里好像就是可以看黑熊的地方 这里好像就是可以看黑熊的地方 就在这儿 你吓人 一棵大树 我以为就在这儿 我想到这都没有拦着 在这儿 在那儿吗 是不是 不知道在哪儿呢 那个摇椅里面是不是它 它好像不在那里面 跑哪里去了 这会儿我们一只都没看到 哦那有一只 看到了吗 那儿 哦看到了 那里有一只 还同张希望的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其他的小朋友呢 哦那边有 华姐 都在这儿 哦这上面看到了吗 哇这 哦它好厉害 咋爬上去的 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看 哦好大 我爬上去都困难 人家比你灵活 它比我胖 你看它这造型凹的 真的 哈哈哈哈 哇 哦它这会儿的棕毛 还比较茂盛呢 看 好可爱的 这边也有呢 看 哦这边也有 对 亚洲黑熊 好几只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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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了 看 抢占地方了 嗯 它上去它不让 好凶哦 你看那个又退下来了 哦这里面好多只 哦那个是小的是啊 对你看好多只 哇我们现在穿梭在热带雨林当中 哎呀这个树林感觉还是蛮好的啊 对啊你看这树 是树 哇 好高啊 好茂盛 哦这个瀑布感觉还是蛮原生态的 对 它这应该就是自然的 哇这个水流还是挺大的呢那边 嗯 但是就是现在的水比较浑浊啊 嗯 没有网上他们拍的那么绿 没那么清澈 走再沿着网上走走 嗯 但这个水大 嗯 因为雨季嘛 水量大 所以也浑浊 这个应该就是网上那个一块一块像个水潭一样的地方 啊现在水太大了 然后又比较浑浊 看不出来那种感觉了 我们再网上走一走 有些人在这游泳呢 你看 欧美地区的外国朋友 现在的水 太浑浊太脏了 对不是很干净 我衣服脱了一堆就下去了 哦 这边的水流更大了 嗯 其实现在雨季水量太大了 不适合下水游泳 还是不太安全的 嗯 刚刚看到一个牌子上写 这里面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还有蛇呀 一些野生那种各种猫类的 嗯 这里有一个探厅 我们坐这歇一会儿喝点冰饮 然后凉快凉快 对 环境还挺棒 嗯 坐这儿感觉还挺好 就是稍稍有点吵 水的声音好大 芒果冰沙 这个是把冰打成了那个冰沙的 喝着挺舒服 哇 这个瀑布看着还是蛮壮观的嘛 飞瀑 好多人野餐哎 带着吃的在这里吃的 哇 你看那水雾都飘过来了 嗯 站在那桥上感觉都能被淋湿了感觉 哇 哦 哦 风把这个水雾刮的看 嗯 跟那个热气一样 哈哈哈哈 全刮到那上面去了 就是水太浑浊了啊 这个如果不是雨季 绿一点的那个水 就更漂亮了 真漂亮 但是这个水雾也很美啊 嗯 我们现在沿着刚刚进来 有一条比较大的那条路嘛 现在沿着这慢慢的散散步 就出景去了 出去以后我们还要去两个地方 嗯 下期视频跟大家分享 哈哈哈哈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